用强酸溶解尸体后扔乱葬岗 警方预计高达650人遇害 3月26日媒体报道 墨西哥警方在边境城市地华纳的一处地底下 发现了至少没有240具尸体残骸的乱葬岗 而凶手可能是职业杀手洛佩斯 经调查 洛佩斯曾为墨西哥一贩毒集团工作 专门为黑帮处理尸体 被人称为盾塔 据其供述 他曾以每周440英镑价格帮黑帮组织溶尸 先将尸体放入装有强酸的桶内溶解 再将剩下的肉骨头等残骸倒入坑中 在地下自行腐化分解 最忙的时候是2007年12月 一个月处理了32具尸体 墨西哥当局表示 这些受害者应该都是洛佩斯所服务的贩毒集团的对手 2009年 洛佩斯被警方逮捕 检察官控告他至少谋害300条人命 洛佩斯被关在监狱直至今日 仍在等待判决 2011年 检察官在地华纳地下发现了人类脂肪 皮肤和骨头 相关人士认为 这些受害者正是被洛佩斯溶解掉的人 目前乱葬岗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 警方已经挖出1.65万生有机物和170公斤至200公斤人类残存骨头 警方预计受害人数高达650人 经历冒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